做法上面的邏輯 可以第一個想到是什麼 我如果要抓裡面的資料 當然現在不是叫你點兩下 直接Ctrl C Ctrl V 那你要可能要做 如果你這資料量這邊還好九筆而已 可是如果你有九百九千九萬的話 你就做到昏倒了 可能還做不完 不過我發現這個辦公室裡面還真的有人每天這樣在做事情 Ctrl C Ctrl V 所以也很命苦 但並沒有拖欄 只是真的用錯方法 OK 而且真的很多很多地方 很多人我看真的就差不多是每天都很忙 那忙碌的點都不是很正確的 尤其用到Excel資料 我強烈一定要用對方法 OK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你要思考邏輯 什麼邏輯呢 就是呢 我要的是刮鬍 OK 那當然你這個地方 你最重要的是一個叫做Mid函數 那當然我們在 前一個範例有一些Labs Mid 跟 Right 不過因為前面入門班我們有講過這些相關東西 所以我們沒有特別 針對那些函數解 我認為那個是 前面的階段你應該會的 那比如說以這一題來看呢 我們假設游標放在 B3 你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你最重要是用那個文字函數裡面的那個什麼 Mid Mid 那Mid呢它會有三個函數 第一個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 你Tether 就是你的資料在哪裡 那我的資料假設我用A3 因為我用那個A2的話因為它裡面沒有刮鬍 所以我們用A3好了 然後呢 第二個參數是 Star Number 意思就是說呢 你要從第幾個字開 因為Mid是Mid Mid是從中間去切字串 那Mid意思說從中間第幾個字 那我們的字是在第幾個字呢 123 第四個字 所以你輸入4啦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輸入4 那 Lumber 這個Mum是Lumber Charse是字元 中文意思就是 幾個字啦 你要從第四個字 要幾個字 那你當然就12345個字 第四個字 有沒有 第三屆冠軍就出來 可是問題我剛剛做了兩個動作 這兩個東西呢 其實 未來都不一樣 所以呢你怎麼辦呢 你要 去產生啦 所以這個要產生一個 這個要產生一個 那怎麼產生 就是問題的點 你用FINE函數 有沒有 FINE的話呢 顧名思想就找什麼 找錢瓜糊 那FINE呢 顧名思想他找到之後會告訴你 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就第幾個 比如說呢 我們要產生4 怎麼產生呢 用FINE函數找錢瓜糊 找到的位置把它加1 因為他找到是第3嘛 加1就變4 所以回來就剛好4 取代他 那這個5怎麼來的 這個5可以找錢瓜糊的位置 找後瓜糊的位置 然後一減之後會多一個 後瓜糊的位置 所以再把它減1 因為 後瓜糊的位置 減錢瓜糊的位置 減回6啦 那6的話 再減掉一個 就剛好5 就剛好5個字 可是呢 你要怎麼把這些完成 當然 你也可以直接這邊打 不過如果你不熟 FINE函數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先把FINE做完 然後再把FINE函數 減下來貼回去 減下來貼回去 OK我們試一次給個看 如果你不熟的話 1先插入函數 2的話找FINE函數 FINE的話呢 從這邊找到FINE OK 然後呢 FINE 對 FINE函數的話 也是一樣會有 三個 參數要你填 第一個問題是說 你要 找FINE 找什麼 找錢瓜糊 你在這邊打個錢瓜糊 那其實它是個TEST啦 理論上前後雙引號要加 不過有的時候你把1開 它會自動很聰明的 自動幫你加前後雙引號 所以有的時候 我有點偷懶 直接打錢瓜糊 移開 它會自動加 前後雙引號 當然比較標準的做法是你要自己打 不過有時候你要自己打要打三次 所以比較麻煩 導步怎麼樣 直接打個錢瓜糊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 自動幫你產生什麼 我們直接用B3好了 因為B 這個B2 B2裡面的話會那個 OK 裡面沒有刮糊 所以前刮糊 然後移開 WITH IN的話是 它問你說要在哪邊找 那在這個 A3裡面幫我找找看 那第三個問題是STAR LUMBER STAR LUMBER意思是說 你要從第幾個字開始找 如果你這邊 第三個字空白的話 它從頭開始找 那你想說那什麼時候會用STAR LUMBER 意思是說如果你有兩個以上 就一個以上的刮糊 比如說你可能第一個刮糊 找完之後要找第二個刮糊 找完要第三個刮糊 那你如果要找第二個的話 勢必要跳過什麼 跳過第一個 才會找到第二個 所以這個時候才會用到STAR LUMBER 不過現在因為這個刮糊 所以不需要 可以把它控下來 那你會發現 它會得到一個 結果 就是3 意思是第三個字 那第三個字我什麼 按確定 可是3不是我要的 我怎麼樣 把這個結果剪下來 然後再 記得喔 剪下的時候不要剪到等號 再插入一個MID函數 所以把剛剛的做 如果你沒辦法一次做完的話 你可以分階段 然後呢找什麼 找前面這東西 A3 STAR LUMBER的話 把剛剛的公式怎麼樣 我剛剛不是剪下來對不對 把它貼回去 貼回去是3 意思是說前刮糊的位置 可是我不要前刮糊 所以怎麼樣 把它加 1就可以了 從第四個字 你會發現 其實我覺得 這個視窗還蠻方便 它這邊會顯示4 那表示我對了 OK 那再來的話 後面還有一個什麼 LUMBER CHASE 我要找什麼 找後刮糊 的位置 然後呢 再剪掉前刮糊的位置 那會多一個字 剪掉1 所以你可以把剛剛的公式再貼一次 把這邊的那個前刮糊有沒有 先改成後刮糊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前刮糊 找後刮糊 然後再剪掉 再貼一次 再貼一次就是前刮糊 找後刮的位置 剪掉前刮的位置 那你會發現 這邊呢 會多一個後刮糊 那意思是說我的位置 會多後刮的位置怎麼辦呢 再把後刮的位置剪掉 剪掉多少 剪掉1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沒有做錯的話 後面會顯示出來 5 剛好就是我們剛剛要的那個數字 那最後的結果呢 也會幫你顯示出來 如果你顯示出來的結果是對的話 那一目了然 所以其實有時候你用對方法 其實做事情還蠻輕鬆的 而且呢 理論上哪邊會錯他馬上顯示成紅色的字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哪個地方錯 OK 所以 我覺得這還蠻 還蠻聽話的 感覺起來 可能因為我跟他很熟的 所以 他都還蠻聽我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跟他培養 培養感情 久了之後他真的會蠻聽你的話 做起事來就很愉快 看到以色列打開之後感覺 很有 很有見到老朋友的感覺 他完全對我太好了 隨時我要做什麼 他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幫你把事情給解決掉 OK你要什麼有什麼 真的是很好 而且以色列的功力 還不只是如此 這還是他算他最小 Case的功能 其實他真的可以做到很多很多 很複雜的預算 因為剛剛講大數據分析 他還有一些新的功能 很快的 一下子 所有東西 即便給他 這個上百萬筆的資料 他也可以在瞬間幫你整理出 你要的報表 甚至一個圖表 真的很方便 OK 不過這個我想你慢慢跟他 了解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就出現第三屆 冠軍 可是如果你向下填滿 或者向上填滿 會出現什麼 有Value錯誤 那這個Value錯誤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 如果你用Find函數 他如果有找到會告訴你第幾個字 可是如果沒找到的話 他就會返還一個 緊Value的錯誤 OK 那如果 可是問題我要怎麼樣把它去掉 一般我看很多人的那個 試算表裡面 都好像留下來 好像反正眼不見為盡 眼睛閉起來就算了 那頂多你怎麼樣 把它刪掉 當然一般怎麼刪掉呢 Delete掉嗎 可是問題你有這麼多個 你總不可能一個 慢慢再Delete掉吧 所以呢 這個方法 不是很OK啦 那怎麼樣快速的把它全部都變不見 方法很簡單 記得有一個 函數 所以呢 一般我的習慣是把公式再剪下來 所以 做完了 剪下 再貼 剪下再貼 這個還蠻重要的 因為 如果你要做複雜的公式 通通都是這樣做出來 你只要做裡面的 再剪下貼回去 剪下貼回去 可以串很多層 所以很多公式很複雜 都不太可能一次做完 那所以呢 下個階段是我要把 Value錯誤 把它過濾掉 一 剪下公式 但是不要剪到等號 OK 剪下 二的話呢 插入一個 過濾 Value 其實不只是Value 只要緊開頭的 那個叫 邏輯裡面的 ifl ifl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ifl 這個函數呢 只有在 Excel的2007以後的版本才有 如果你是2003以前的版本的話 你必須利用 兩個函數才能解決 一個是if 一個是 ifl 變成兩個啦 那 現在 之前用的同學有用到2003 如果你是用2003的話 可能要用兩個函數 方法差不多 那我們先用ifl來給各位看一下 點兩下 把剛剛的值貼到Value 底下的話就是 如果Value ifl 就是說如果 裡面的資料有發生錯誤 你要做什麼處置啊 那很簡單 我就是做 把它變成沒有 變成沒有的話呢 在Excel裡面就是什麼 雙引號兩個 雙引號兩個意思就是什麼 特別重要 雙引號兩個就是沒有 沒有資料 OK 特別重要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再向下填滿 那如果 本來是正確的 他還是維持原來的 但是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他就變成沒有東西了 所以利用這一招 以後如果你看到你的資料裡面 試算表裡面呢 有很多的緊開頭的 你要 刪掉它的話 不要手動 記得就是把公式解下來 不包含等號 貼到ifl的 第一個格子 下面那個格子 就是兩個算以後 再把它重新再 填滿一次公式 你的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這點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 那當然這個地方是那個 截取 置串 那 對這個 這個部分 當然一樣 其實 這個延伸性也有一個VBA 不過 我們去進階 進階課程 所以這個部分大概就先到這裡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這個 fine mid 加ifl 那 假如 如果假如 有同學是2003的話 怎麼辦 如果你是2003的話 可能要用 方法可能又更麻煩 一 就是一樣把公式減下來 如果你是20 假如你環境已經沒有的話 那就算 一樣插入一個什麼呢 這個比較麻煩 插入一個if if之後的話 用ifl 就是 剛剛是ifl 現在是ifl eror 前刮弧 然後把公式貼上 後刮弧 所以呢 就是說呢 你要貼上之前 你要在 邏輯判斷裡面 多一個什麼 ifl 不是ifl 所以他ifl 有點是把這個改良了 那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做什麼呢 輸出空的 所以你就打 兩個 在處裡面打 兩個雙引號 表示說呢 如果是錯誤的話 那如果 Force表示 不是錯誤的話 再把公式貼一次 按個確定 那你一樣向下填滿 結果一模一樣 有沒有 可是公式變得很長 OK 做也是OK啦 不過我不確定說你的 環境是不是2003啦 如果你是2003 那你只能用這個方法 如果你是2007以後的版本 當然理論上你不可能再用這個方法 這麻煩 而且公式一看就覺得 其實也沒有很複雜啦 都是簡簡貼貼而已嘛 關鍵就是說 慢慢慢慢延伸 所以我們剛剛的重點是 一 先把fine先做完 2 再把它貼到mid 裡面 再來就是怎麼樣呢 做那個ifl的過濾 所以這一題的話呢 我想各位先試著把它做出來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請各位 再開啟下一題 下一題的話呢 就是 有一個是 分別擷取長寬高 那這一題的話 就是 各位看到 b欄的資料呢 就是會有三個括弧 那三個括弧 那怎麼辦呢 分別錯了 當然呢 第一個你可能想說 fine的話 我要找 如果 fine不是有三個 三個參數嗎 第三個我們本來是空白的 但如果你要找下一個的話 你要 跟他講說 我要找第2個就是找第1個的位置 再加1 讓他跳過第1個 才能夠找到第2個 那第2個的話呢 就是要跳過第2個 才能找到第3個 所以後面一定要加1 才有辦法 那當然還有更好的方法 有 什麼方法呢 你可以想想看 反正這個問題 工作裡面都會遇到 怎麼做呢 上面有一個參考的公式 看公式就 就 這很難 OK好 光看到你會發現 他用了幾個 substitute column 然後fine 加mid 不過這個好像不是好方法 先delete的掉 想想看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那待會的話我們再來看一下 分別 截取 殘寬高 我希望的就是 殘寬高那三個資料 幫我放在後面 cde c 最笨的方法是什麼 點兩下 一個一個 Ctrl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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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不過你那沒有好方法 你也只能這樣做啦 我發現還是很多人 任命呢 就只能 對 這個量少還可以啦 這樣多的話 你可能就做到分 謝謝 除非 我們 賠償